會 那就以今年的職棒的比賽部分 已經在中級棒球場這是第一次的一個出賽 這球打著揮空 一邊打著外側感覺出了一個好像吊球的味道 所以接下來會不會有戰術的可能性 打跑戰術的機會會比較高一點 現在一好一壞在一壘上是蘇建榮 飛上保持並沒有先走好球 形成的兩好一壞 掉球以後的這個球來做打跑戰術 成功的機率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連續兩個掉球的百分比是非常低的 現在球數是投手領先 先轉身做一個牽制 今年一壘上的蘇建榮呢 倒壘的次數非常的少 而且並沒有成功過有三次的失敗 這一球打得滿結實的在右外野方向一完 一手往後推上去囉 全雷達 紅布了兩分砲 之前已經連續超過60局了 沒有被打全雷達的林育青 這時候被張建榮打了一支 又外野方向相當結實的 兩分打點的全雷達 這也是張建榮本機的第二轟 那林育青事實上不常被打全雷達的投手 被打得第三支而已 這球就是投在高的位置 林育青的球如果投在高的位置 就有一些風險 張建榮這個球是掌握得很好 有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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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育呢 上回被擊出全雷達是3月31號 在台南的當天 被獅隊打了兩支全雷達 其他的比賽都沒有被打過全雷達 在賽前呢 也已經連續快要60局沒有被打全雷達 這時候我們來看一下這一球 由高往腰帶的位置走 就是抓著很好 就是抓著很好